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QWTV 我是Germey Chick,Sports and Recreation的Manager 我很高興今天跟大家介紹我們兩部新的Ball Machine 第一部是Spinshot Tennis的Ball Machine 另一部是Table Tennis的Ball Machine 如果大家懂得用Tennis的Ball Machine 之後你可以自己一個人來打球 又或者透過我們機器的不同功能 可以自己做一些練習都可以 接下來我們會示範一下這兩部機器是怎樣操作的 首先它要先打開機器 Power on 開啟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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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 這個作用就是可以在最頂上面那一套按鈕 選擇不同的角度偏左或者偏右 但是每一球球都是只一個直線 這個都是一個很多會員會選擇的模式 另外一個模式就是隨機模式 隨機模式就是波密宣不定點發出一些球 那會員就要做好預備 隨時接過波密宣不同的球 那這個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模式 就是當會員來到預訂了我們的場 那我們就會搬一部機出來 就設定了現在是這樣的 那麼首先第一個步驟 它要先打開了一部機 那開完一部機之後 那部機它就自己會做一個重置 那Next Step 我們就可以按Play 它就會是一個直線的發球 那如果會員想打一些直線的接球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如果會員想去用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Two Lines 那這個功能的時候 那接著就選一個Two Lines的功能 那現在這部機就會做一個兩邊發球的功能 那現在按Play就可以試一下這個功能 那現在就是兩個不同的落球點了